所以这些微生物 很大程度上讲 决定了我们吃的东西 甚至我们的情绪 好 这是一对铜卵酸胞胎 看 铜卵酸胞胎基因是一样的 军群不同 体态迥异 这是一对科隆的老鼠 什么都没干 对掉军群几个月以后 瘦老鼠变胖 胖老鼠变瘦 所以减肥要不要调军群 当然要调了 再看 这是我们看 一个人 他这个新生儿一岁的时候 他的军群是怎么建立 这是他的胎变 就新生出来的第一次的分变 它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四个月 十二个月以后 这个从哪来的 看到了吗 妈妈的军群 妈妈通过一年时间的喂养 终于成功地把自己肚子里的军群 传递给了孩子 你们现在相信 微生物是地球之王了吗 我们每生一个人 我们就又跟着培养了一肚子的细菌 细菌聪不聪明啊 所以 为什么奶妈和亲妈 喂出来的孩子不一样呢 因为军群不一样 对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不能只考虑受精卵 我们要考虑遗传的时候 三个因素 我们的基因是来自于受精卵的 我们称之为血脉 我们的军群 是我们的微生物 我们称之为军脉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讲的是中国话 这是我们的文脉 此三脉合一 才构成了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啊 这是哪里 这是贵州省 矮矮茅台镇 对的 这是我们中国酱香酒之乡 曾经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茅台镇的微生物能复制吗 为什么茅台酒 就是比其他的酱香型酒 大家感觉更好呢 首先 它确定的标准对吧 因为只有这个味儿的才好 不是这个味儿的 可能都不如它 更重要的是 茅台镇的风土 我这里说的风土 包括了它的水 包括了它的空气 即使我把茅台镇的 全部工艺复制 包括把其中的 一部分微生物给拿来做 但酿出来的是茅台吗 那可能叫真酒 也可能叫喜酒 也可能叫钓鱼台 但它不是茅台 我们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军群 还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明白 我们人类和微生物的这种互作 还是做了很多年 这些微生物 特别是在大戏当中的微生物 我们是很难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就是说 这种酱香型白酒的酿制 其实也是很难被复制的 所以这是有人经常去问我 说野老师 你早餐为什么老秀这样的图 我早餐吃什么呢 如果我在家里的时候 酸奶 蓝莓 下面那个是什么 益生菌 要补充益生菌 来使自己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 要知道 有好多你觉得自己不太爽 包括随土不服 包括吃辣的受不了 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这样的一些军群 这些都是我所说的 我们跟微生物要做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尹燕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 带心养生 都听过带心休假 什么是带心养生 尹哥也介绍过很多 保持健康的方式 今儿尹哥再给大家讲两条 简单实用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抖腿 第二个就是改变 进食的适取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会有抖腿的习惯 但这个抖腿有的时候 你是无意识的抖动 尹哥讲话都是有文献的 前一阵子发表在 iSense的一个研究显示 科学抖腿主要指的是 上下抖动 刺激什么呢 就是咱们小腿后侧的 比目鱼肌 通过这样的一个刺激 不仅能使局部的 氧化代谢水平 有效提高两到三倍 而且因为它是块大肌肉 它可以去极大的改善 全身的脂质和血糖平衡 甚至这个效果比一些运动 还有间歇性的进食还好 九座足 包括尹哥在内的 也都在开始尝试这个运动 记得 这个抖腿要匀速的 要受控的 用点力去抖 而且这个累计时长 这刚才做实验 是四个半小时 但是你不要去盲目地追求 这个抖的速度 要能够去感受 锻炼肌肉的过程 要明白 我们有一种记忆 号称叫肌肉记忆 其实就是说 你慢慢地 已经让你的时间系统习惯了 自身关节 肌肉力量情况良好的 我建议 你可以加大一些抖腿的难度 比如说你加负重 绑一个弹力带 让你这个抖腿 晃腿 都能够锻炼更多的肌肉群 记住 我们有非常多的肌肉 都是在腿部的 大腿小腿 这个肌肉如果好 实际上也会减少衰老的 我们再来聊聊吃 目前 国内外都比较认可的 绿血糖控制的 进食顺序 是先吃蔬菜 然后再吃富含蛋白质 和脂肪的肉类蛋类 最后吃碳水化合物 这个建议 虽然是面向高血糖 肥胖人群 但是尹哥建议 我们这些忙碌的 比如说 酒座不动足等等 也可以参考 它不仅可以保持血糖的平稳 还可以预防 心血管疾病肥胖 减少自身未来的健康风险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同样是酒座 如果你能够科学抖腿 就是带心减身 同样是狼吞虎咽 但是你改一个进食顺序 就是能吃一个平衡的减脂 减糖餐 建议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试试尹哥教的这两个小办法 坚持一段时间后 也许会有不小的惊喜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生物 我可以上下左右 还可以跳一下 但是我能让时间往回走吗 不能 我们如何能够让时间静止呢 用温度冷冻时间 什么意思 这是每一年我们都要做的一个 算是在华大最有福利的一个项目 看起来像在献血是吗 实际上我在存我的免疫细胞 我希望有一天 用我年轻时候的免疫细胞 来帮助我自己 用这个是我的基因 在2018年跟着长十一已经送到太空上去了 我们想做一个太空基因库 把我的基因做成干粉 小小的一点 通过一个火箭发上去 后来我问过他 我说这个会掉下来吗 他说会 大概700多年以后 我说好吧 我也没啥用了 我想用我能抓回来吗 说抓不到 所以这更多的就是给大家告诉 我们要把它存起来 这就叫做 用温度冷冻时间 今天除了孩子们 我们成人以后 都是我们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 工业时代喜欢热 我们正常去冶铁去炼钢 大概要1000度 1500度 我们今天最好的这种合金 包括乌3300度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最快的飞机 它的这些适量发动机 大概就是这个温度 我们今天在讨论做人造太阳 即可控核聚变 它的温度可以达到1亿度 1.5亿度 工业需要热 生命需要冷 我们的细胞要存在哪里啊 冰箱行吗 -20度冰箱肯定不行 -80度冰箱 存个一两年可能还行 长久的保存 我们要把它放到液氮里 液氮的温度是多少 零下196度 要把细胞放到那里去 这个时候细胞几乎就不会再衰老了 至少能存个20年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用温度去冷的时间 比如说 这是2012年的诺贝尔奖 京东大学的山州申明教授 他把一个成人的干细胞 逆转到了五到六天 相当于受精卵之后的第五到第六天 是一个囊胚气的细胞 就在今年3月份 刘龙奇和他的导师米格尔 直接逆转到了第三天 这也是一个很有很有显示力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今天60岁了 我依然可以把我的细胞逆转到 就像你刚刚来到 都不是你来到地球 是那个受精卵 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第三天的状态 八细胞期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们将来都学习生命科学 我们对生命科学 才刚刚开了一个小缝 而物理和化学 早就已经是一座大山了 我们要在新兴学中继续努力 我就取一点皮肤 一生长就变成全能干细胞 将来就可以 比如说你肝不行了 自己就做一个肝不就完了吗 今年年初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个人心脏坏了 他移植了一个什么心 猪心 杀人猪心 我们说那个猪心 是在猪身上长的一颗人心 因为那个猪身上的那个心脏 它进行了基因编辑 已经把它编辑成了 跟人的心脏差不多 可惜只活了两个月 但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更好的方式 我们以后如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3D打印 用你自己的细胞作为填料 我们用这样的增材技术 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心脏恢复出来 所以我又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我又存了自己的一个细胞 大家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所有人都存钱 谁存命啊 怎么存命 存细胞就是存命 所以我相信有一天 生命银行 会跟我们今天的这些商业银行一样 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研究健康管理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尹叶啊 小的时候看这个西游记 特别是大闹天空啊 森猴的厉害 拔几根猴毛啊 就能变出分身 凭借这招呢 三特六臂的哪吒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看哈利波特呢 觉得伏地魔也挺厉害的 把自己的这个灵魂呢 分了七个魂器 不能够一一消灭 那他就可以一直的去存活 所以我想从小到大呢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 尹哥做了生命科学这么多年 今天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森猴子吧 他拔一根毛发 他承载的信息 和他能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是有限的 哪怕是用这个东西来做棲子鉴定 还得带上毛囊 才能保证足够的准确度 如果就给我一个毛发 说让我变出一个人 在这一刻几乎没有办法去实现 当然生命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 人现在还办不到 但是有一个看起来胖乎乎的 叫做三般黑豹蠢的生物 却有他自己的特异功能 而这样的一些蠢蠢呢 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 都有一些恐怖的栽双能力 什么意思呢 你把它给切碎了 每一块都能再长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然后科学家们就希望 发现它这种超强的再生的秘密 在2002年12月8号 哈佛大学在塞尔细胞上发了一个文章 就对这种三般黑豹蠢的 胚胎发育过程当中 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再生能力呢 对它的多能干细胞的形成 分子调控机制进行了跟踪 具体来讲是用荧光染色的方式 来追踪胚胎当中细胞的发育轨迹 他们发现当胚胎 在1边2 2边4 4边8 8边16到16个细胞的阶段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对特殊的细胞 只有他们的后代 才会在再生期间制造新的组织 那这个能力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干细胞属性的一个细胞 为了确定这个就是 成体多能干细胞的源头 研究人员用了单细胞测序技术 来检测他们表达的基因 并创建了一个单细胞水平的 胚胎发育数据基因 详细说明了从胚胎发育到 结束这样的一个阶段 哪些基因在其中其中的关键的作用 最终还真的锁定了一组基因 他们认为这组基因同源物质 其实在人类的干细胞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 它在这种演化当中是比较保守的 具有共性 前几年同样的团队 还对这种三胞黑豹如虫的基因组 进行了测序 发现一部分基因对再生有重大作用 他们就像这个开关 激活了以后 就会启动更多的基因表达 没有被激活 如虫也就不能再生了 有趣的就是 这些基因在人身上也有 但是如虫可以 我们为什么不能变成像漫威 比如说死赤这样 只要还有一个细胞存在 我们就可以再重生了 研究人员认为 可能是这部分基因 它传递给人类的信息和蠕虫是不一样的 甚至还有些其他更复杂的调控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次的研究 应该说就是刚才讲到的 研究成果的一个延续 我们已经看到了 蠕虫的再生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即使到现在 也跟和大家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重塑一个机体 但是我们对不同物种的再生研究 已经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希望 不能复制一个整体的人 能做一点组织器官 甚至细胞也好 在2022年的3月份 中科院广东的建考院和华大一起 就携手开发了一种非转基因的 快速可控的细胞重变成的方法 可以把人类的体细胞 直接诱导成 受精卵发育三天的 我们叫八细胞气的全能干细胞 这一切都给再生医学未来的发展添加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尹哥也早早让自己的细胞存下来 诱导成IPS 以期有一天 再生医学抗衰老当中 发挥作用 最后 尹哥还想说一句 关于三班黑豹如同的一些研究 经历了基因测序 再到单细胞测序的两个阶段 华大现在还有个技术 叫石空组学 可以在原位观察到这些现象 这一系列的发现 都得益于工具的进步 中国科学家 中国的工具 一起联手 必将为世界的再生医学 贡献更多的力量 脑机接口会不会实现 觉得会不会 确实今天 我们的 原来叫神经生物学 现在叫脑科学 我们想问题的时候 你的脑电 你的脑磁 都会有反应 冥想 是能够改变基因的表达的 鼓励孩子们 大家都要学会对抗挫折 我们说 脆弱的反应词 是什么 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坚强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知道了 不是坚强 是反脆弱 说 严老师你玩赖 你用三个字反两个字扣分 我说的是一种状态 不脆弱 就其实我也不需要坚强 可我也不脆弱 这就是一种达官的状态 所以 在最后各位 一次考试没考好 一个问题上跌倒了 重新爬起来 归根结底 冥想就能改变基因的表达 如果你天天都想好事 你的神经系统 内分泌性的棉系统 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思考一下 有一个人二十几岁就动不了了 然而他却想通了整个宇宙 这个人是谁 霍金 霍金 1942年1月8号出生 大家知道300年前 1642年的1月8号 谁逝世了吗 伽利略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转世 我们之所以聊这个事情是 霍金 他的身体被束缚在了那个椅子上 然而他却想清楚了整个的宇宙 他知道了 黑洞原来不黑 他明白了时间简史 所以 人类 唯一不被束缚的 其实就是思维 在当下的物理框架下 有什么东西能超越光速 思想 今天你觉得你在比林心上 你就在了 对吗 所以 一定不要忘掉 我们人类这种最基本的神性 我们使用大脑 才变成了这个地球的 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最高智慧的 这样的一个物种 在美国呢 有这样一家公司 出来的时候呢 尹哥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思过在 这是笛卡尔当年说的一句话 那么 这个公司干嘛呢 就是 大家看过这个《学梦环游记》吧 死亡不是真的逝去 遗忘才是永远的消亡 怎么才能不遗忘你呢 你得把你东西录下来呀 他大概每个人有一千三百个问题 开始问 你就健康的时候就开始答了 生在哪儿啊 叫什么呀 喜欢啥呀 初恋是谁呀 养过什么宠物啊 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 偷过爸爸钱没 挨过妈妈咒没 就这样的问题 答多了 他就把你这些东西采集 就最后变成了一个 AI的你 说又过了 比如说一千年 你的 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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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孙子想看 你的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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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高主妇 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可以吧 甚至来个视频也行吧 你会发现 他这些技术都在 你可以问刚才那些问题 当时还真采访过我 说严老师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说挺好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可能会有一种 新的黑客 他说什么意思 这人都不在了 我说我可以删你一个计吧 删你两个计吧 给我五个比特币 不然删他一个T 直到把你的 高高高高高高爷爷 删成老年痴呆为止 有毛就有钝 所以任何科技的发展 它都是两面性的 但是这其实 是我够能接受的一种永生 意识的永生 比如说 大家觉得孔子是今天的影响大 还是他在春秋的时候影响大 今天吗 春秋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去 各个国家来回窜 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背 他的论语 苏氏也罢 李白也罢 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这还是很不一样 有一些我们还是要感谢的 比如说屈原 其实屈原也过端午节的 对吗 因为端午节并不是为了 纪念屈原的 屈原还为我们创造了 小长假 我们要 缅怀 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 也别忘了 他给你们带来那些福祉 当然如果你们又 又补课了 我就不说了 凡尔那大家知道吧 地心游进 海底两万里 对吧 很厉害吧 但凡人可想象之事 则必有人将它实现 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包括汉语表达都非常好 所以 真正不可束缚的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思维 提起海带 咱肯定都不陌生 口感爽滑谈嫩 嚼起来很有嚼劲 深得广大民众的钱 如果尹哥突然告诉你 让您从小吃到大的食材 竟然不是植物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悚 我们之所以被海带视为植物 就是在于它跟其他的植物 至少看起来高度相似 都能够有光和作用 而且还都有一个根 固定生长的根状物 但是从海带的演化过程 生理特征 还有自身细胞结果来说 它跟我们日常所见的 木本和草本值的传统植物 差别巨大 并没有真正的根 茎 叶 也没有维管素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根 然后就一片大叶子了 对吧 大概就这个样子 细究起来 海带之所以不能被视为植物 根源在于 它跟某些动物的关系 要比跟植物的关系近很多 今天对海带的划分 首先它不是严格的植物 这个同意了 但具体是什么 还是很复杂 意见不同意 所以在2005年 植物学家令皮西庆 把这个海带 归入新增的囊炮藻结 也就是一种 拥有着植物才有的光和作用的 生和收 国家地理杂志当中 就是这么写到的 说它属于囊炮重建当中的 熔编类 及不等编毛类 但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 基于金属学的研究 又有科学家将其分到了一个 新增的叫SAR 超类群的分类当中 这个类群 包括了不等编毛生物 囊炮虫和油恐虫 这三个的英文塑写在一起 就是SAR 海带的归属变了变去 尹哥都被搞得不知所措了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海带的确如今不属于严格的植物 基于具体算什么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科学家的意见也不一致 这种划分不是概观定论的 相信随着我们基因组学 分类学的进步研究 未来会有一个更加统一的说法 那么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就是在于 吃海带还算不算吃素呢 大家见过水稻吗 水稻是一年生还是多年生呢 原来是一年生的 年年要插秧嘛 但是华大学的小伙伴 和云南大学的小伙伴 就把它做成了多年生的 这个水稻就像收韭菜一样 每一年它都会长出新的疗牙根 这个简单了吧 就不用再离田爬田了吧 就不用再双墙 不用再插秧了吧 这个东西简不简单 大家每年就光去收这个稻子 大家就可以吃大米了 这就叫稻可稻 非常稻 其实基因技术道理以后 每一个物种都值得重做一次 原理 原理很难吗 野生的水稻 谁给你插秧啊 野生的水稻 必须多年生啊 如果野生的水稻 自己不能做到多年生 它怎么混呢 我们只不过用这样的杂交技术 给它找到了一个好的清本 让我们的栽培道 变成了多年生道 这是一棵什么树 茄子树 这是一棵茄子树 说茄子能在树上吗 茄子当然能在树上啊 野生的茄子 就是接在了树上 至于说 为什么茄子看得这么矮 那是人类的血域啊 所以孩子们 你们今天所谓的自然 只不过是一万年来 我们农业的血培 你们知道数码相机 之前我们拍照 那叫什么相机 胶片相机 对吧 还打胶卷的 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数码相机就不如胶片的 因为胶片更传统 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吗 要这么说 摄影就不如绘画 对吧 没有发明照相之前 更传统吧 绘画就不如不画 因为人类根本就不会画画 所以什么叫传统 大家把时间围度拉长 你就明白了 没有什么是传统 我们都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不断向前去演进 这棵茄子树 既可以结长茄子 又可以结圆茄子 又可以结球形茄子 长条茄子 专门用于烧烤的茄子 就那个皮很厚的 而且 所有茄克的作物都可以上去 你们能看到那个上面还有番茄吗 番茄和茄子是同一颗的 它们都是茄克的 尊义 最著名的尊义红指天椒 也可以上去 我们就把第三仙变成了树三仙 甚至上面还可以去结烟草 去结酸椒 这一棵树 如果在深圳地区 有一个好的条件 一棵树一年产的茄子量是 四千斤 茄子是一个挺好的蔬菜 从隋代以来 从印度传过来的 其他的这些番茄 土豆 都是大航海时代 从阿尼斯山来的 唯独茄子是印度过来的 在隋阳地时期 我们称之为 管他叫麒麟瓜呀 那 严格意义上讲 茄子也是外来的物种了 这传统吗 所以 很多人就在问我 尹老师 什么是技术 技术啊 在过去一想天开 在今天勉为其难 在未来习以为常的 我们管这样的东西 就叫做技术 一个人什么叫老了 其实你想一想 真正我们说的老 就是在于 你听到一个新技术 你已经不感兴趣了 科学史上有这么一段话 一个人出生以来 遇到的技术 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本来就有 二十岁时候 遇到的技术 你会积极探求 四十岁时候 遇到的技术 你开始将信将疑 六十岁时候 你遇到的技术 你开始坚决反对 大家觉得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所谓的技术 我们讨论的技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保持这个技术的 对科学的 这种敏感性 只有这么做 你就不老 我们说的老 不是脸上已经皱纹了 而是你不接受新知识 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 才能够让每一个人 他的状态 更加地年轻 当然 已知圈越大 未知圈更大 我们虽然崇尚技术 但不能为技术论 任何技术 包括生命科学 它们不能解决 我们的所有问题 特别是我们做生命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了 道德 伦理 宗教 文化和法律 毕竟 没有科技的人文 可能是愚昧的 但是没有人文的科技 一定是危险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 都能明白 我们要让技术向善 比如说 核能 这个技术有什么过错吗 可以做核电站 也可以做原子弹 再具体说 菜刀 做菜和杀人 跟刀自己有关系吗 在乎用者之心 火呢 可以烧菜 也能干什么 杀人 看完三国演义 火烧连影 火烧心眼 火烧赤壁 是吧 大规模杀生性武器 不就是火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转基因 我们今天讨论的基因编辑 我们今天讨论的科隆 它们都是技术 技术本身 有对错吗 没有 在乎用者之心 科技 当向善了 生命是由细胞组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胞 它们的寿命都是一样的 根据科学家们的不限努力 现在你要问我细胞 一共有多少种死法 我尝试的来总结一下 至少可能有十多种 越有阴晴圆缺 细胞 也有生老病死 我们每一天都得益于 如此精密的人体机器 稳定有序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爷爷 我刚才说完这句话 我死了多少细胞呢 其实可能已经有 上百万个细胞死掉 每一分钟我们估计 人体大概有三亿个细胞死亡 你也别太害怕 我们有四十到六十万一个细胞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细胞死亡 大量的细胞新生 生命是由细胞组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胞 它们的寿命都是一样的 人的衰老 人体的机能的下降 归根结底 还是大面积的细胞老化 如果你的细胞老得多 死得多 新生得少 你当然就衰老了 当人体超过70%的细胞死亡 却不能及时补充的时候 应该说 我们的生命就将走向了终结 归根结底的 人体和组织器官 这个宏观尺度下的状态 是由微观上的细胞状态决定的 说一个不那么精准的比喻 如果人体是一个房子的话 细胞就是砖块 这砖块你抽一块两块 房子应该还在 抽多了 那可能这个房子就塌了 我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结 深究起来 这些砖块 这些细胞 为什么会老化 为什么会死亡呢 它是一直在更新 为什么更新更新 就不能再持续的更新了呢 对这个问题感性的科学家 应该说从细胞学说提出以来 百多年来 这样的科学家不在少数 上个世纪著名的生化学家 罗杰·威廉姆斯博士就有一个很好的阐述 他说身体里的细胞 两种原因会死掉 第一 得不到所需的影响物质 第二 被自身不需要的物质所毒害 那根据科学家们的不限努力 现在你要问我细胞一共有多少种死法 我尝试的来总结一下 至少可能有十多种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叫做细胞凋亡 第二个我们叫坏死性凋亡 第三个我们叫细胞交亡 第四个我们叫坏死 第五个我们叫依赖性细胞死亡 第六个我们叫自视 第七个我们叫角质化 第八个我们叫铁死亡 第九个我们叫细胞胀罩 最后一种我们叫负雕亡等等 是不是脑子已经听大了 我还是帮助大家稍微解释解释 每一种细胞死亡 它其实都是一种程序 背后是非常复杂的分子和细胞的一个机制 区别虽然很明显 但是你往底层看 还是有一部分相似之处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细胞雕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身体在生理或病理的条件下 为了维持自身的内环境稳态 调动你这里面的基因 一种主动有序的细胞死亡 其形态特征是由一个雕亡小体而形成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 你要明白它是一种自觉自杀行为 触发细胞自我毁灭 而不受任何的外部影响 1973年由克林和怀林已经提出了 我们在培怠发育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手 它为什么最后是分开的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都长出了一个像谱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部分开始凋亡 最终就变成了我们这种五指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说一下这两年 大家经常听说的细胞交往 这个就不是自觉自杀的行为了 它是由岩性小体激活所产生的一种细胞死亡的方式 核心就发生在我们的发炎阶段 大量的粗原因子如果释放 那么就会产生细胞交往 这个细胞交往会在感染性疾病当中发生的很多 另外比如说像多发性硬化这样的一些免疫性疾病 它们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那什么是细胞坏死呢 跟刚才的细胞交往和交往不同 这个是非程序化的 它不受调解 它的特征就是细胞胀胀胀胀破了 脂膜的崩解组织就会自容 这些内容物就会溢出 那细胞内外的离子梯度就消散 这个细胞就不在了 这种情况下 它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反应 那你说什么情况下细胞会变成坏死呢 比如说烫到了 比如说冻到了 比如说烧到了 强酸强碱 这些都可能 所以这样的一些细胞坏死呢 实际上细胞自己包括人体都没做好准备 我们说的外伤中毒 大部分就属于这一类的细胞的死亡 那还有一种叫细胞自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些损坏的蛋白或者细胞器 被自视小炮包裹以后 通过溶媒体或液炮进行降解 并得以循环利用 过去它也曾经被归纳为叫 程序性细胞死亡 后来发现呢 它们依据不同的环境 既可以促进细胞存活 也可以促进细胞死亡 细胞自视现象 是1966年由迪夫和瓦提欧 在研究溶媒体的时候发现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胞机制 还有比如说 我们皮肤啊 有一个角质化 说你这个皮肤掉皮了 实际上表皮细胞呢 会依次从基底细胞 极层细胞 颗粒层细胞过渡 最后外面的这些 一点点就变成角质层细胞了 那这些变成角质细胞 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保护的作用 但也没有太多的生理功能 那细胞铁死亡呢 这个顾名思义 是由铁积累 包括脂质光氧化驱动的 一种程序性的细胞死亡方式 为什么铁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它跟 比如说线粒体是高度相关的 细胞铁死亡会以线粒体变小 线粒体几减少 线粒体膜密度增加 和线粒体膜破裂增加 作为主要的特征 所以讲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也有点晕了 我们总结一下 大概细胞的死亡 既有程序性的 也有非程序性的 程序性的死亡 有一部分就是 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也有一部分是 因为你得了疾病 而非程序性的 更多的是我们 凑到了外力的一些侵扰 了解这些内容 实际上会让我们 更好地去利用这些机制 来使得我们去治疗疾病 保护健康 越有阴瘴缘缺 细胞也有生老病死 我们每一天都得益于 如此精密的人体机器 稳定有序的工作 比如说这一刻 我才能讲 尹哥的这段科普 你才能听 我的这段科普 归根结底 我们是希望 让你红光感受好的同时 每一个细胞的微光感受 也会好 进而 我们的细胞了解的越多 对其他人掌握的越清楚 我们就能有更加健康 丰富的预期寿命 生命科学之美 怎么是生命科学之美 首先 美吗 这个景色美吗 天地有大美而自不言 庄子之北有 其实自然的美就是很美 我们人当然也可以创造出美 但是 真的美 有的时候早起半个小时 看看日出 晚上 看看流星 它都可以很美 这是一个天地的大美 这些物种们美吗 有趣吗 万物各得 其何以生 各得 其阳以成 寻子天论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们 最后只能在动物园里 看到他们 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栖息地 地球上 不能只有人类 把其他动物都圈养起来 我们才隔离封闭个十几天 你就受不了 有些动物 从生下来到最后 都没有离开实验室 大家觉得这公平吗 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人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人 生物学上 智人只有一种 不管你是白左人 黑左人 棕色人 还是我们黄皮肤的人 因为世界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没有放弃 任何一种色彩 要知道 你觉得这一窝猫不一样吗 你会觉得 你是黄种猫 你是白种猫 你是梨花猫 你会这么分吗 不会吧 他们可能都是 一个猫妈妈生的 所以 用肤色定义人种 就如同用毛色定义猫种 一样可笑 大家穿的衣服 不一样吧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对美的了解 大概废笑通的这几句话 是说到极致的 美美与共 严格意义上讲 其实就是我不定义 何为美 丑也是美 美也是丑 这是什么 什么 这就是在你们这个地方的化石 你觉得它有这么大吗 这个东西只有二十来厘米 它叫做贵州龙 对了 贵州龙是龙吗 首先说 什么是龙 什么是龙 我们说的龙和西方说的龙 是一个东西吗 西方的龙叫什么 英文叫什么 Dragon Dragon是咱们东方的龙吗 我们的龙 英文叫什么 龙吗 因为那就是你的东西 你还非要给它翻译一下 它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龙更多的是一种怪兽 我们今天的龙代表了一种 风条雨顺 它是一种 我们对自然界的一种崇拜 大家都在贵州 贵州的生物多样性 可能除了云南 它就是最好的之一了 真的是好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家门口看一看 贵州生已知的生物种 两四五四七种 两万五千种 丰富度 肯定是全国排前面 动物植物总量 全国排第四 野生动物全国第三 植物物总 全国第四 没事 大家真的应该带个手机软件 就出去认数据 贵州历史上是海洋 大家知道吗 它是古生物的天堂 大概两亿年到六亿年这个期间 海洋机大爆发以来的这一段时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一系列的海白河 贵州龙 它们都有很多的化石 大家都应该见过吧 小春虫的发现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讲 对于海洋机大爆发 还都是有些对抗的 如果你没看过海白河的化石 你知道有个青岩古镇吗 那里面就有一个关于海白河 还有贵州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贵州也是一个古人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我们最近一次对中国 我们讲的是有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年的文明史 所以贵州的这个普定川东文化 它叫做亚洲文明之洞 还有一个跟北京周口调齐名的 前夕的观音栋 叫做史前文化的第一岳照 如果大家 比如说不能去别的省的地方 在自己本省旅游 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来看一看 然后 你看 卡斯特地貌里面有这么多的化石群 还有 鸡窝寨生物的焦化石群 我这里都标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请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者大家已经成年可以出游了 都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考古这些东西 包括看一看这些生物多样性 其实达尔文也罢 林奈也罢 他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逐渐地对生命建立起来的觉知 包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大家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这个问题是贵州回答的 就是这个龙鸡球化石 它假定所有的物种 都是某一种鸡的话 它们共同的祖先就是那个蛋 所以是先有蛋 我这个问题来回答 其实 古生物史 从寒武器到爸爸算 大约就是六亿年 那这六亿年 经历了若干和纪元 那在这每一个环节 我们不能只盯着恐龙 也要去看一看 这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包括 赵国栋遗址 包括 我们说的这个贵州龙 贵州龙 不是龙 它是一种爬行动物 甚至它也不是恐龙的一种 它很小 大的贵州龙 几十厘米 小的贵州龙只有 几厘米 甚至不到一厘米 但是 在当年 这个物种肯定是很多的 不然不能今天有 如此之多的一个化石 它通过这个化石 来给我们看到了 在贵州这个神奇的土地上 这些曾经的 沧海桑田的证据 包括贵州的中药库 我们今天在药用植物 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贵州现有中药材的皮肿资源 四千八百种 占到了中国的多少 百分之四十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它 保护它 说叶老师 今天为什么扩展这么多 我最近看了高考题 考虑得太综合了 给你们多扩展一下 你们的知识面 包括贵州各种各样的森林 特别是大面积的黄山林 这个其实都非常地美 我专门看了这些对你们的照片 这是尹哥最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有三百多种 贵州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 比如说钱 金丝猴 比如说黑夜猴 这些灵长木都很漂亮 包括冷山 木兰 掌植木 红豆山 这些物种 其实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都建议大家 如果有机会 海蜀架的时候 都应该去这些 对应的保护雀也罢 森林工业也罢 去看一看 植物其实比动物要难忍很多 对吧 很多人认植物 基本上只认果 没错吧 还有一部分认花 真正牛的是认叶 但是现在有软件对吗 随便拍一下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比以前可简单太多了 樊静山 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贵州啊 现在是全国世界自然遗产 最多的省份 你们去过樊静山吗 还有没去过樊静山的 那也是一个自然生活的一个宝地 潜陵山你们都去过吧 潜陵山现在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潜陵山的猴子是瘦猴还是胖猴 瘦吗 胖 他们会不会抢人的东西啊 会不会抢 带糖的饮料呢 最近一次普查 野外的猴子 有将近80%的猴子处于糖尿病或糖尿病早期 你们请不要再带糖水去喂猴子了 你们自己血糖膏就算了 你们把猴子都搞成这样 这个地方去过吗 十千约阳国家地湿地公园 这个非常漂亮 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 认知生命科学 重点是认知什么 我总结的 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 出去看一看 探索自然的宏伟 感受人类的卑微 然后 去格物 了解造物的神奇 认知众生的平等 然后你就会有 悲天悯人的共情 超脱生死的达观 希望大家 能如此地去面对 生命科学 我们明白 人类终究就是非常平等 一个卑微的物种 保持谦卑 实际上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人的兴趣上走得更好 1969年7月20号 阿波特冬月 50年之后 这是NASA 美国的宇航局 又给了这张照片 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但是我今天 想给大家推荐一条鱼 这条鱼的名字叫做提塔利克鱼 孩子们跟我说一下这个鱼的名字 提塔利克鱼 再说一遍 提塔利克鱼 希望你们能记住 这只鱼啊 用自己的双旗 爬到了陆地上 它放弃了海洋 它收获了大陆和天空 这是什么 格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这是鱼类的一小步 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步 没有这条鱼 今天这个报告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演化出来的 对吗 这个鱼很了不起 当然 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地讲 据说 这是一只 玩不成家庭作业的鱼 是吧 被妈妈骂了一顿 在科学上 在家庭教育上 我们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确实如此 我们既要继承 又要发扬 我们是通过一代人 比一代人更强 才使得人类向前去进步 所以各位家长 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 耐心听一听 他是在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还是在发脾气 我们才能够帮他建立起一个正确的 对自然的探索观 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科 科普这个事吧 既赋能自己 也照亮了别人 所谓猛将必取于族 而宰相必发于周俊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民族能够决赠生命世纪的话 大师必兴趣于孩童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代码 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份爱去永续传递 谢谢各位 就在1月6号 伦卡奈丹康拿到了FDA的加速皮脂丧尸 对老年痴呆的治疗来讲 还是得先打开一扇窗 至于说不管是伦卡奈丹康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管线里的药物 能不能抗起大旗 他的假说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佐证 大家好我是尹业 常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由于特殊的原因 项尾同学老是担心自己的二字海默的风险 所以聊二字海默 一直是项尾同学的保留节目 他的相关的研究进展 尹哥也经常会关注和分享 接着咱继续聊 这个疾病啊 你说防也罢治也罢 长期困扰学生界和产业界 各类家说轮番登场 无数科研人语言 公司未知疯狂 但是迄今为止 绝大部分人还是折戟趁杀 我们今天很难说有任何一款特效药 仅仅是有效药 也就是这一两款最近刚批准的 就在去年的10月 尹哥跟大家分享过 博健和卫财联合研发的 伦卡奈丹靠 当时官方说 能让老年痴呆的认知下降速度 减缓27% 而这个药物也带来了新的消息 就在1月6号 伦卡奈丹靠 拿到了FDA的加速皮子丧尸 根据他公开的信息显示 在针对856名早期的 老年痴呆患者的2B7领导实验当中 每周如果你接受10个毫克 每千个体重伦卡奈丹靠治疗的患者 到了第79周的时候 脑部的β淀粉氧蛋白斑块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这个淀粉壶吧 老年痴呆的生物标记之一 显著比对照组变少了 所以FDA就给出了一个结论 这款药物能够去延缓 老年痴呆 然后我就查了一些 为财的官网 确实找到了最新一期 第三期磷状实验的情况说明 它引入了一个叫 数字量表 CD2SB 那么其实是通过这个量表 给患者进行大分 在这个满范围18分的体积当中 如果你的认知越差 分数就越高 通过对1795名患者18个月的跟踪 治疗组的评分 仅仅增长了1.21分 而对照组的评分 增长了1.66分 两者出现了0.45分的差异 你说一共18分 0.45分是多还是少呢 有一些人认为 这不过是悲随车心 伦卡奈丹靠 在治疗老年痴呆方面 能起的作用 应该说好像不大 此外呢 是要三分毒 伦卡奈丹靠会引发相应的副作用 比如说头痛腹泻咳嗽等 包括发了心衰 这些常见的输液反应 伦卡奈丹靠 并不是第一款 针对老年痴得的药物 去年博家和卫财开发的 阿多纳丹靠 也获得了FDA的批准 但效果还不如伦卡奈 并且 当时公布的实验 是以减少 β-掉氧蛋白斑块为重点 并不涉及到具体的 症状的改善 当时的争议比现在大 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翻翻以前的 关于这部分的解读 此外 里来也开发了另外一款 类似功能的药物 叫多奈丹靠 并且专门做了 这个头对头的实验 从P2的数据来看 多奈丹靠 清除β-淀粉样蛋白的效率 是阿多纳丹靠的23倍 这个应该说 是一个完胜的结果了 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可能 也获得批准 那聊着这么多的药 可能小伙伴也会说 去年科学杂志 不是还有一篇文章 说β-淀粉样蛋白 这是一个论文造假吗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造假的结论 它的药物还有多大的 其实这个试试的 主要是β-淀粉样蛋白的 5-6表情 也就是众多 它的寡具体型态当中的异种 而网上传的 所谓的电击性研究造假 误导了学界16年 这个应该说说的不严谨 当然 近年来各大医药 都在相关的假设上 高投入 但是产数比较低 应该说 不管结论造不造假 至少我们现在的研究结果 让大家丧失了很多信心 所以对FDA来讲 它这个特别的授权 对老年痴呆的治疗来讲 还是得先打开一扇窗 至于说 不管是伦卡奈单看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管线里的药物 能不能扛起大旗 它的假说到底能不能站住住脚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 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佐证 1800年前 曹操也写出了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感慨 那个时候曹操也就50多岁 而800年前 星期级也是50多岁 可怜白发生 今天我们人群性寿命 都已经70多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 都80多岁了 然而我们还在 不断的感慨 生命还是太短了 这是更古以来 没有过的预期寿命 所以因为我们寿命长了 不管是二字海默 还是帕基森 这样的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出现 无疑是挡在 我们健康长寿上面的一座大山 活得久是一大幸事 寿命长短固然重要 但生命的质量 也不该被轻视 我想说与其担心 我们将来会不会有 这样或那样的疾病 应该还是在自己 能做事情的时候 尽量去生如下花 除了在乎 生命长度的过程中 也重视它的广度 深度和风度 我想这一生 如果多做点好事 那么你一生 都是一个有光的人 我也希望 能有更多有需要的药物 进入到预防 神经性退行的 这样的防治流域当中 帮助更多的患者 缓解症状 甚至能够逆转 让每个人都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 清清楚楚 没有那个在记忆中的 橡皮擦 所以我自己还是对 明年的整个消费市场的 护苏 充满信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 这些 中国4.7亿人 他已经被唤醒了 真的 它是一种非常热烈的 原始的那种欲望 所以我觉得 爱吃爱美爱健康 怕老怕累怕孤独 缺爱 缺心情缺自己 所以我一直说 叫三爱三怕三缺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些人都在三爱三怕三 三缺当中 我认为机会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江老师 江南春老师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其实在大学的时间 就已经知道 开了大名了 所谓春风又绿江南爱 大家都能够 记住这一句 二十多详词 江老师本身 我看过他写的诗 江老师 现在也是分众传媒的 掌舵人 那么他在这个 应该说 不管是影响领域 管理领域 在这些创新领域 都有很多 非常独当的见解 今天我也非常的高兴 能跟江老师一起 大家跨界来聊一聊 包括一些消费 可能也包括一些 跟大家个人健康相关的 跟创新相关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 我们哥俩多少标题挡了一下 叫从个人到企业 如何提高免疫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江老师好 影响好 我经常 我已经把影总的很多的视频 都在四五月份开始 一直看一直看 我发觉知识面之广阔 把我都惊呆了 然后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 跟我们神教已久的影响总 中国的最重要的科普大师 大家在一起做一个交流 不敢当 可能您年轻的时候 也跟我一样厉害 或者比我更厉害 我还在努力去追求您的背影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因为我们俩杀了 就是跨界来问 这段时间 我是觉得我身边的 有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在讨论消费 我是感觉 我身边上 有一些特别是90后 95后甚至2000后 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 好像不像我们小时候 好像比如说 必须要买一个 我们那时候可能买 赖克尔买阿迪买李宁 会盯着大牌子去买 不管设计的怎么样 现在我感觉 他们是可能选择也多了 越来越强调 个性化小众化 包括有人说消费在升级 有人也说 我们现在吃饱饭都很难了 消费怎么能升级呢 我们恨不得再降级 但是我想呢 不管怎么说 一时住行啊 都是咱们绕过开的 很久的话题 小老师呢 您作为这个消费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大师啊 我想请教您 在这个 比如说后疫情时代 也可能明天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们就逐渐区域正常了 大家又可以出国了 又可以旅游了 消费有哪一些是变的 有哪一些是不变的 这个东西是有确定性啊 还是没有确定性 这个好问题 我就说 就我的这一些思考 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觉得我在传媒业 做了这个30年 所以我就自己的体会呢 其实从一个短期的 就比如说 你从几个月来看 就是你好像看到了 很多变化 其实你从30年角度来看呢 你会发觉有一些 规律是不变的 其实它不变的东西更多 比如说中国消费增长 过去30年 其实它动力没有变 它是什么呢 我自己感觉 它是一种 中国已经形成了 4亿的中产阶级 4.7亿的中等以上收入阶级 那么还有呢 2.5亿的新中产 那么加上4.7亿的 中等收入以上阶级 我觉得这个分三个层次 我觉得综合来说 这些人都需要 自我补偿和自我奖赏 因为中国啊 真的是大家都很拼 很累很拼 所以你努力打拼之后啊 特别需要自我补偿和自我奖赏 那么还有呢 就是你发现中国的同志们 还有一个很努力的地方 都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这是两个 非常重要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 没有改变 我认为即使受到了 疫情的影响和短期 内心有冲击 短期的一些消费行为 发生了一些收缩等等 但我觉得你拉开来去看 因为我们经历过 好多次危机 03年的SARS风波 08年09年的 这个金融风暴等等 很多周期走过来 我觉得实际上 10年的跨度一看 一切都好 所以我自己还是 对明年的整个 消费市场的复苏 充满信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些 中国4.7亿人 他已经被唤醒了 他对美好生活 充满向往 这种向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它是一种非常热烈的 原始的那种欲望 所以我觉得爱吃爱美 爱健康 怕老怕累 怕孤独 缺爱 缺心情 缺自己 所以我一直说叫三爱 三怕三缺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些人都在三爱 三怕三缺当中 我认为机会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像影业总做的是 把大家的爱健康 这个活 是不是 包括你科普了之后 把自己 把大家的这种 内心的缺安全感 包括大家的 怕老怕孤独 这些问题 都能通过你的很多的东西 做了很多的解决 我后来还感觉到 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就是刚才你提到了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有感觉 说不清楚 有两种极端 我也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 疫情之后 品牌集中度是提高了 还是越来越个性化 小众化了 实际上这两个都在 第一个 你可以发现 大牌越来越集中 各行各业 其实是每一次冲击 每一次疫情 品牌集中度 都是超级增加的 然后你可以发觉 这是一个极端 在底部这个极端 中间就很难过 底部这个极端 又出现了 无数的新的创业者 出现了很多 分场景 分个性 分格 根据完全分众化的 小众化的 这种类别 不断了起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是 两头都很大 头部集中 然后和个性化 需求的 尾部分散 我认为都出现了 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 和大众的 综合来说 是个清淡式消费 那么我觉得 向到了中产 它是个冲动式 触发式消费 大众的 这个趋同化消费 中产的是个 趋优化消费 大众的 这个功能化消费 中产的是 美学化 精致化 健康化 我觉得这几个 是个趋势 向老师 这一看 都不能是有备而来 这个是长期思索 并有深入思考 以后的一个总结了 我觉得这些 堪称是精确 其实有一句话 你刚才讲到了 我很认可 我们叫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 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一时 眼下的事 如果你就看一个 三天两天 那肯定是 就人有禁忧了 那要想没有禁忧 就必须要有去远虑 所以其实我们做生物 尤其做演化的 也往往是按照 甚至都不是几万年 是几百万到几千万年 去看一个一个季 去看一个一个市 这样的一些考古的大时代 可能才看得懂 生命是怎样 一路不演化过来的 所以我想这个消费 虽然看起来复杂 但是我们把它去出存经 去尾存真 零零零当举目章 其实当时记者 现在都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也 比较利于我们下来 不管您是属于哪一个阶层 或者您现在哪一个阶层去创业 应该说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参照 大家好 我是尹业 今儿咱聊一聊 血友病的基因疗法 血友病其实 很多人并不陌生 这个也是一个 血液系统常见的 一种遗传病 英国曾经有一个 维多利亚女王 当时她也被称为 这是一个受着诅咒的家族 她其实就是一个 血友病的 这样的一个传递者 她后面的后代 只要遇到男性 就会有血友病 这个血友病有不同的分型 显著特点就是 一旦破了 就会血流不止 如果不能够得到 长期规范的治疗 会产生一系列的 制裁甚至致死 整体在中国 血友病的发病率不算高 10万分之2.72 A型血友病发病率 大概5000分之1 B型血友病发病率 大约25000分之1 所以你这么算一下 总的患病人数 大概是在14万左右 那血友病刚才讲的 有A型有B型 前者是由凝血 8因子的筋突变 所导致的 后者是由于 凝血9因子缺失而导致的 这几十年来 因为病因比较清楚了 我们对以上两种 血友病的治疗 不能叫束手无策 但是应该说 都是差强任意 这是一种XS体的 单机隐性遗传病 所以你想 为什么传男不传女 因为女性是两条XS体 而男性因为只有一条 所以往往都是男性发病 在这个点上 我们过去治血友病 应该说 一个就是不断地 将大家说 这些正确的因子 能够回溯到血友病 化者体内 但是这个药 长期治疗 而且价格贵 每一个人每年的费用 我曾经问过几个病友 差不多都要几万到十几万 而基因的替代疗法 需要去使用一些不治病的 修饰后的病毒 充当载体 所以你说长期的 通过这样的一些 补偿式的方式来治病 很多人负担不起 怎么办呢 那基因疗法就开展了一个 全新的视角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用一个 对人体无害的病毒 充当载体 去修复这些有问题的基因 那么就像尹哥多次讲过 类似地震海贫瘤的 一些基因疗法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治疗 对于每一位 罹患各种严重疾病的患者 都希望自己能治愈 修病患者当然也不例外 1964年 当科学家们研究清楚了 血友病的致病机制 发现了控制凝血的 积联反应以后 很乐观地认为 可能几年就做出来了 结果 他们真的等了几十年 在2002年的8月24号的时候 拜马林公司 用于治疗血友病A型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疗法 获得了CE 也就是欧洲美国会的 有条件披止丧失 这是一个首款 可以治疗血友病A的基因疗法 他们是用一种腺病毒 也就是A5病毒载体 来递送刚才说过的 也许白因子的基因疗法 那这种腺病毒载体的 我们在新冠当中 比如说康希诺的疫苗 阿斯利康的疫苗 强生的疫苗 也是用了类似的 病毒载体的技术 不要听到病毒就害怕 他们用的这种病毒载体 都不是感染人的 他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 来使用的 当然毕竟 你还是一个全新的疗法 这次的批准丧失 是有诸多的制约条件 那这样的批准叫线性批准 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后续的一部分的时间的跟踪 证明这个疗法 获益大于风险 才可以更退一步 而2022年10月22号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批准了全球首款治疗 B型血友病的基因疗法 这个是由荷兰基因治疗公司 Uniq和澳洲的CSL 合作开发的 还是一个AV线病毒的基因治疗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希望能够一次性治疗 18岁以上的 B型的血友病的成人患者 这个想法很好啊 但是这个疗法的标价是350万美元 可以堪称是当下 世界最昂贵的疗法之一了 具体来讲呢 这个治疗血友病B型的方法 还是用线病毒 来递送表达宁血九因子 但它这个九因子进行了改造 比普通的这个九因子的活性 要强5到8倍 所以比较低的表达水平 就可以完成凝血 讲到这一步呢 应该不得不承认啊 基因治疗 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技术突破和发明 也是让我们过去 对很多束手无策的疾病 带来的全新的希望 但是基因疗法的临刷应用 目前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首先就是贵 第二个在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 大家也不是都说得很清楚 12月5号的时候 FDA正式向这个Wolf Therapeutics发了一封信 就是它停了它一个临床实验 不让它们再去进行一个 叫杂核型 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实际上就是它想说 你得给出更多的证据 来支持这种边际后的基因 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换言之呢 我们是允许对体细胞 进行一部分的编辑和治疗 但是不可以把它带到 我们的生殖细胞内 那当下Wolf给出的有限的数据 还不足以消除 大家对潜在的 基因编辑的一个担忧 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 其实基因疗法 在临床应用往下走 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 总之任何一个技术呢 都是在过去一向天开 今天没了起来 未来就会起以为常 希望技术向上 技术向上 这样好的技术 也应该能够普惠可及 造福更多人 从目前的流量状况 红利已经过去的时候呢 我说零到两三个亿 是靠这个东西的 两三个亿之后呢 你要变成二三十亿的东西呢 就要破圈引爆 为什么呢 精准的流量用完了 所以你很快 你看流量是这样上来的 它马上就进入瓶颈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破这个瓶颈呢 你需要是破圈引爆 就从流量走到这儿 后面就要破圈引爆 去做品牌曲线 因为我这几年呢 因为其实华大呢 也是从原来 我们更多的是 往医院做嘛 等于说 就等于我们是做B一段的 是2B的 有的时候呢 会跟政府一起合作呢 做一点这种 惠民的工程 我们是2G的 所以我们很少会做2C 一般做2C呢 大家都会谈到两个问题啊 有的人就说呢 你就把品牌要打造好了 我看你也经常会推荐 定位这本书 我也看过 应该说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但是还有一些人说呢 其实在互联网的时代呢 大家对品牌的认知 就像你刚才讲的 除了头部品牌 新一锐的品牌 很多它其实是分散的 有一些强调的是私欲流量 有一些强调的是一些 其他的 比如说病毒式传播呀 这个逗逼式传播呀 标题党式传播也很多 它很强调的是流量 在这个流量的过程中呢 利用人类的这种 比如说购买冲动 它可能已经不知道 什么品牌 但是它不能买了 所以就在您的角度来看呢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 他也想往这个C单去做 也考虑这种创业 不管是我就是做的网购 还是就想自己去做一点 这种专机新特径的 这些品牌 品牌和流量 这两个您觉得矛盾吗 或者说在下一个时代 我们不同的群体 更多的会怎么理解 这两个重要概念 它在未来对我这个 想去发展的不同阶段 所起的作用 这个我们都非常想了解一下 好的 就是我觉得实际上 它不矛盾 就是说我觉得企业是分阶段的 如果这个企业刚创业 零到两三个亿的时候 我认为它还是要 首先精准流量分发 它首先要对新人类新需求 做出一个洞察 所以它做出了一个新报品 新报品之后 它要通过精准种草 精准流量分发 这些互联网开始的手段 然后开始起步 如果它是一个 有独有价值的报品 经过的精准的种草 和这个有效的精准分发之后 通常是可以走到两三亿的 所以零到两三亿 我认为是报品加精准种草 精准流量分发 是它的 我插你一句 您就是说 报品加上精准流量 一般它也会有一个自己的上限 就是两三个亿 对两三个亿就到头了 为什么精准的流量就这些 你到互联网上去看 大多数时候 你的精准流量 除非你碰到一次 巨大的流量红利 你可能会冲到五个亿 甚至冲到十个亿 你又是一个特定的机会赛道 那么一般性 我基本上很少看到 就是冲破 我只说大概率事件 从目前的流量状况 红利已经过去的时候 我说零